唐先生在工厂来回巡视检查机台线路 越南籍太太也在一旁 她就是让大法官视线通奸除罪的 视线案申请准之一 看到新闻得知通奸罪走入历史难掩兴奋 过时的发令确实是除罪 很高兴 今年55岁的她前妻是大陆女子 但早在2008年 前妻就带着双胞胎女儿 以回娘家为由 离开台湾再也没有联络 2012年她跟越南女子同居开始新生活 没想到前妻2015年得知后 跨海提告通奸罪 我姐妹很奇妙 离去年离去年十年了 她被断在先 为什么对不起 唐先生非常无奈 因为前妻早就在大陆有爱人 出轨在先彼此已经各过生活 也曾三度申请离婚都失败 挨告之后 当时审理的地院法官陈文贵 以性行为自主权位皆高于婚姻制度等观点 停止审理此案并且申请试线 才让她恢复正常生活 如今大法官释现通奸除罪 但律师表示不代表外遇就没有责任 因为不论外遇的严重程度如何 配偶还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记者彭志明 连员并蔡顿宜苗里报道